這個濕度高到底對我們人體的健康啊 它會有什麼影響的叫做 最主要的話就是氣喘病啊 或者說出氣管炎啊 或者呼吸道的這些疾病 那對於家裡的環境呢會有什麼影響呢 濕度高的話會這個會裡面會有很多層來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救地球 大家好我是劉爾金 我們台灣啊是這個海島型國家 平常呢空氣裡面的濕度啊就比較高 再加上我們很多的住宅啊是這種封閉式住宅 如果你又不開窗的話 很可能造成呢室內的濕度太高 對於環境還有健康有很大的影響喔 比方說這個牆壁容易濕濕的啊 長臂癌啊容易發霉啊 或是一進門覺得霉味很重 常常過敏啊打噴嚏啊 還有啊濕度如果真的很高的話 對健康真的會有影響喔 所以馬上進入我們的今天的主題 小心加油核東師 歡迎我們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志氣環保隊 水桃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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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氣 志氣 志氣環保隊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是四位好友 在旅行社當領隊的戴家文 深刻感受到台灣自技潮濕的特性 夢想成為武術演員的王彥廷 最害怕失氣重導致關節疼痛 純攔截的家常因為下雨導致衣服亮不乾 王彥廷則是喜歡利用廚師機來保持室內乾爽 今天他們能夠核心協力挑戰成功嗎 平常對於這個環保議題都有在注意嗎 有 平常自己有沒有做一些這個 有關環保的一些事情 比方說這個香姐 會用那個環保塊 會用環保塊 對 不用這個減少免洗快 好 那櫻廷呢 選手關燈 選手關燈 對 藍姐 像例如喝咖啡的時候 就買他們超商會賣一個杯子 然後重複使用 然後也減少在外面吃東西的習慣 對 不會減少盒子啊 或是袋子啊 不過聽說 其中有兩位啊 有這個武術武功的底子 我們這個節目很少讓人家出來 很少讓人家出來表演 所以組織上今天也沒有人在表演過 聽說兩位非常的踴躍 想要來展現一下自己的這個舞技 是兩位男生還是兩位女生 兩位女生 兩位女生啦 兩位女生啦 趕快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 來 老師請給音樂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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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厲害 好 好 好 老師鼓勵一下 謝謝 你好美一點 好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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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並不練 那個加分子啦 對 多多這個鍛鍊身體是好的啦 兩位是同學在 大學同學 好 我們希望你們能加油好不好 掌聲鼓勵鼓勵一下 鼓勵一下 不過說到這個環境變得濕啊 到底怎麼 到底濕氣對我們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要請到一位我們的專家教授 來跟我們一起 來告訴我們 到底怎麼樣讓環境變得好一點 來我們歡迎我們的教授 蘇南教授 蘇南教授 對於房屋濕度 可是有兩把刷子喔 好 今天教授 你要跟我們好好分享一下 教我們怎麼樣把家裡弄得乾一點 好不好 是是 好 我們馬上進行我們的遊戲 我們遊戲規則很簡單 答對一題可以得到一分或兩分 只要答對超過十分 就可以把我們攝影棚看起來這個 燒得紅紅的這個紅光啊 變成藍光 變成這個清爽的藍天白雲啊 在遊戲當中呢 我們參賽者還可以把握機會 為我們將交問題 如果問得好專家還可以給你們加分 了解了嗎 了解 好 馬上進行我們的問答題 人體覺得最舒適的濕度 是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但台灣相對濕度 年平均大約是多少 一 百分之六十六 二 百分之七十 三 百分之七十八 你比較少 因為台灣它一年四季 請做答 好 覺得是第三 就是百分之七十八 百分之七十八 答對了嗎 好 好 我們進行下一題 台灣一年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天數 濕度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最潮濕的區域在哪裡 一 東部 二 西部 三 南部 四 北部 應該是東部 東部嗎 對 越南 對 越南 下面先濕到我們 請做答 一 東部 答這個嗎 好 好 好 我說這個 教授 怎麼樣家裡面的濕度 才算是超過 才算是濕 怎麼樣定義 要到達百分之多少 一般來講的話就是說 根據那個醫學上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 如果說 溫度的話 都在大概二十度到三十度 然後相對濕度大概七十 百分之八十分 這時候的話 是最容易漲美金的地方 那剛好我們台灣又是處於這一塊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們這個濕度 我們有絕對濕度 跟相對濕度 我們是講相對濕度 什麼叫相對濕度 相對濕度 相對濕度的話就是說 當我們空氣中的水分子 然後的話 你讓它如果全部飽和的時候的話 全部都飽和叫做一百% 一百 如果沒有全部飽和 這個就是七十多元 但是當全部飽和的時候的話 它那個空氣中的水分子 它就會變成水滴 所以說如果我們家裡面 超過多少算是太高 如果說一般來講 大概超過七十就比較高 超過七十 好 那我們來進行 再瞭解一下這個 到底濕度 會有對我們身體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下一題 當氣溫介於攝氏二十到三十度 濕度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時 哪種菌類會快速生長 一 創傷虎菌 二 龍根菌 三 梅菌 三 媽媽 梅菌嗎 梅菌 好 四 請入答 三 梅菌 梅菌答對 對 恭喜答對 我們看看 下一題 梅菌包子飄浮室內 長期居住的人們 容易出現哪種疾病 一 呼吸道疾病 二 退化性關節炎 三 腸胃不適 四 以上皆是 應該是都有吧 對 都有 應該是 對 都有 來 請作答 四 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 對 他們答對了嗎 對 好 好 好 確定 好 確定 存放於室內的五穀雜糧 在高濕和高溫環境中 容易產生哪種毒素 一 青梅菌 二 毛梅菌 三 黃麴菌 三 黃麴菌 三 黃麴菌 一 二 三 黃麴菌 三 黃麴菌 三 黃麴菌 現在依然在依然在依然 好 請作答 一 青梅菌 一 青梅菌 他們答對了嗎 已經答對了 答錯了 答錯了 答案應該是三 黃麴菌 毒素 我們說到這裡 還要再問一下 這個濕度高 到底對我們人體的健康 它會有什麼影響呢 教授 最主要的話就是一些 像一些這個 氣喘病啊 或者說出氣管炎啊 或者呼吸道的這些疾病 那對於在於的環境呢 會有什麼影響呢 濕度高的話 會這個會 裡面會有很多 潛脈在裡面 那潛脈的話 它是一個 一種微生物 那這些微生物的話 它 當它跑到我們的 連體的 尤其支氣管炎的話 自然就會 有這個引起 症狀 症狀 對 濕度過高 這個乘半個會比較多 是不是 對對對 這個很恐怖耶 好 到底這個環境太濕 還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看下一題 長期處於高濕和低溫環境時 老年人容易出現哪種疾病 一 退化性關節炎 二 心血管疾病 三 風濕 四 以上皆是 好 這個應該是左右 因為 對 請做答 我們就是四 以上皆是 很浪費了嗎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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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題 二 二 二 下 對啊 對啊 請做答 依氣喘 答對了嗎 你要是講小朋友 小朋友 這是有點 異味性皮膚炎 對 答案就是異味性皮膚炎 剛剛說的 可惜答錯了 對 我們再看下一題 根據德國分析65萬份 兒童氣喘與過敏報告發現 室內濕度每增加10% 就會增加百分之多少的氣喘發聲率 一 百分之一 二 百分之三 三 百分之五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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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做答 二 三 百分之三 2 百分之三 他們答對了嗎 謝謝 謝謝 我們看到又氣喘 這個濕度 到底對我們 這個呼吸系統會有什麼傷害 我們問一下教授好 好 濕度高的話就代表它的那個潛脈比較多 哦 那這些維生物的話 跑到我們的呼吸系統裡面的話 就是不好的 但是呢 我們也不能說因為這個 為了趴這個外面的濕度 就把整個空氣 把窗戶全部都緊閉 那這樣就不通風了 啊不通風的話 又會引起什麼 會引起皮膚的過敏 嗯好 謝謝教授 好 這個階段呢 他們得到了六分 六分 不錯吧 好 想不想加分 想 誰問問題 好 藍姐 那不知道說 如果說住在靠山的地方 濕氣重的話 我們要怎麼辦 去解決這個問題 呦 山上的濕氣真的比較重 怎麼辦呢 教授 那建立的話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可以在家裡 裝個小型的氣象棧 來 要知道我們裡面的溫度 濕度是多少 哦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裡面很潮濕 但是外面比較乾燥的話 我們就把窗戶打開 濕氣就排濕 排濕氣 那反過來的話 如果是外面很潮濕 下過以後外面很潮濕 那裡面的話 我們比較乾燥 我們那時候就 就是不要打開窗戶 或是用那個除濕機啦 抽風機啦 或者用一些這個木頭的白石 這些做裝 之類的 哦 謝謝教授 他們剛剛的問題問得好不好 哦 謝謝教授 謝謝教授 恭喜恭喜啊 不過剛剛我們一直提到這個 除濕機啊 用得好當然我們會 室內會變乾 用不好會不會不好啊 咦 晚上看我們的影片題 來告訴大家 除濕機要好好用哦 濕大大的天氣 美語氣節 家家戶戶的除濕機 不斷運轉 不過您可知道 除濕機也有濕網要清洗 濕網上面就是會沾什麼 沾塵蟎 事實上家裡除了濕網之外的話 盡量不要用厚重的地毯 鋪的窗簾 那個容易沾塵蟎 所以有些說 已經用了清淨機 為什麼越用越嚴重 那你就要去檢查一下 你的濕網是不是該更新的 家有過敏兒的蔡小姐 平時就非常注意 居家環境的清潔 但是一年多前 小孩因為過敏 造成呼吸道感染 卻一直找不到真正的過敏原 我會想說怎麼可能除濕機沒濕網 然後我就這樣子摸摸摸摸到這裡 欸有個東西可以拉 就這樣拉下來之後 就發現這個驚人的景象就是 我們這個濕網真的好多年沒欠 然後好多黑黑的東西都在上面 這台除濕機 因為是別人贈送的 沒有說明書 因此 蔡小姐使用了八年 從未清洗過濾網 如今將厚厚的灰塵清除 減少小孩過敏的機會 醫師建議 除了要注意空氣中的微塵 濕度也是造成過敏的一大關鍵 一般來講濕度大概如果是 七八十以上是最適合成蠻生長的 所以一般我們家裡會用除濕機 把這個濕度大概控制在五六十 大概五十左右 那這個濕度的話就是說還好 而且成蠻也不容易生長 每一季節 許多家具 衣物都容易發霉 醫師提醒 降低到適當的濕度 不但可以減少細菌滋生 也可以避免呼吸道以及皮膚過敏 影片看清楚沒有 看清楚 影片題有兩題 請把答案寫在答案板上 請注定 影片中 除濕機的濕網容易沾上什麼 沒事 沒事 你怎麼了 沒劇 答對了嗎 答錯了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解答 好 你知了 濕網上面就是會沾什麼 沾沉蠻 事實上家裡除了濕網之外的話 盡量不要用厚重的地毯 鋪的窗裡 會不會容易沾沉蠻 好 我們看看下一題 適度在百分之多少以上 最適合沉蠻生長 7% 以上 以上 好 這樣 78以上 對嗎 我們加分題都看不到 怎麼辦 我們看一下 解答 你需要 一般來講 濕度大概如果是 7、80以上最適合沉蠻生長 好 所以這個單元你們得到的是 0分 0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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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加分題 趕快 誰要問問題 我 好 硬婷請問 我想要問教授就是 除了除濕機以外 那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解決沉蠻一直長 沉蠻就是存在於這個 濕氣裡面嘛 那我們假如說用這個 出風機或者冷氣的話 把這些濕氣把它排掉的話 沉蠻就自然跑掉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把沉蠻把它殺死 怎麼樣把它殺死呢 它是我生存的條件的話是 瘦氏零上55度到瘦氏 你褲零下20度 所以說把沉蠻拿起用肉水把它 煮沉蠻就死掉了 沉蠻超過55度 55度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把它 拿到這個冷凍庫 冷凍到20度以下 零下20度可以把它凍死掉 好 所以有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讓你家裡的沉蠻 把它消除掉 保持良好的通風 用正確的方法 把這個沉蠻殺掉 這個問題問一下 給不給他們分數 好 這個單也 好 沒有關係 還有單元可以拿分 我們趕快來進入我們的 實作題 廚師大作戰 以下有六種 需要改善廚師的環境 浴室 房間 及客廳等 請守護者將處理方式 配對留下 計時一分鐘 打對約題可得一關喔 了解了嗎 了解了 好 計時一分鐘 計時開始 我覺得 現在先確定了 我... 你是要換洗衣粉嗎 洗衣粉嗎 洗衣粉 洗衣粉 因為... 你洗澡就洗衣服 你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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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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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廚師大作戰 我們的參賽者 選擇的解決方法是 房間有必來 他們選擇 解決漏水 重新塗料 答對了嗎 有 恭喜答對 好 客廳地板 因潮濕被擺雨注食 的解決方法是 使用 木木傢俱 好 教授他們答對了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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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 這也是 好 浴室 無對外窗 導致地板潮濕 怎麼辦 你們的解決方法是 角落放置洗衣粉 對 我們教授還說 對 逼洗澡 逼洗衣服 一減離庫 沒拿減離庫 對啊 對 因為反而有想說木炭 可是不可能木炭放廁所 對不對 教授 對 恭喜答對 對 好看 衣櫥濕氣 重常造成衣服八眉怎麼辦 這真的是大家 常常會有一個這樣的疑慮 對不對 所以你們的解決是 角落放置木炭 對 因為我跟蘭杰的家裡 都有這樣做 很像外面都有出那種小的 然後什麼活性炭的 對 然後放在衣櫥 廚師 廚師去什麼異味 對 聽起來好像滿有道理的 好 請問一下教授他們答對了嗎 答對了 就答對了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這個單元就成功單元 表現已經是別 千兩次別 真的 真的 好 廚房通風不好 容易潮濕 怎麼辦 你們解決方法是 使用衝風扇 好 我們問一下教授 使用衝風扇 對不對 請問答對了 好 耶 請問五題對的第六題 好像很難錯是吧 對 對 對 平安平 棉被 濕氣太重 變重怎麼辦 拿到外面扇 好 請問教授他們答對了嗎 好 恭喜 謝謝 謝謝 好開心 果然從地獄又到了天堂 是 表現得相當的優秀 這一題全部打在得到六分 好 好 我們趕快看一下 他們的總分是多少 智氣環保隊的總分是多少 一個動 兩個動 三個動 四個動 五個動 六個動 七個動 八個動 九個動 十一個燈 十一個燈 還有沒有 十二個燈 應該沒了吧 十四個燈 還有 十四個燈 還有 十四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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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比七七環保隊 還是超過十分 讓我們這個看起來 紅紅的熱熱的天空 變成了涼爽的藍天白雲 再次恭喜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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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智氣環保隊 問答題答對了十二題 再加上主動發問的加分 總共得到十四個燈 成功幫助地球降溫 你也想來守護地球嗎 趕快來報名吧 這個智氣環保隊的飛球 是帥哥美女的組合 今天來參加我們節目 有沒有什麼收穫對於日後 對於環保的行動 有沒有什麼改變 來一一的跟我們說一下 我覺得像今天就學到了蠻多 因為像我們學到在陽明山 然後時期也很重 所以我們就平常的那些兵器 什麼刀槍劍棍就很容易潮濕 然後就會深受發明 果然是三聚不離本 所以我們就覺得之後回去 就知道怎麼去保養它 改善 塗滿洗衣粉就可以了 沒有開玩笑的 好來 藍傑 就是像家裡 因為我是比較有那個過敏性的眼 是是是 所以濕度稍微一高的話 我就會開始打噴嚏 對 然後就很不舒服 那就是剛剛老師有提到一些小物品 可以去除濕或是沙子塵滿 就對之後都還滿有幫助 欸 不錯 憲婷呢 我覺得是教授講的今天很多方法 那我覺得我會告訴我的學弟妹 因為他們常常會說 學姐我的衣服發霉了 就是小腦筋 所以我就會把這些方法告訴他們 我覺得很好用 小姐 是 學了很多 因為本身是從美國回來的 是 美國比較乾燥 所以每次回來台灣就 比較不是因為很潮濕 又是過敏體質 對 所以怎麼辦呢 就會我會試 回美國吧 不是 我會試用了木炭的方式 對 因為衣服 木炭就可以這個 風氣進化 又可以這個吸收濕氣 沒有錯沒有錯 這個很多的方法呢 在我們節目裡面都交給了大家 當然最好還是多用一點天然的方法 比方說這個開開窗戶啊 或是使用木炭啦 或是洗衣粉 畢竟在家裡保持一個乾燥的環境 才能夠保護你的身體健康喔 來 我們再次謝謝 志氣環保財團 請再來 我們要制證給你們 我們的環保固埋 來 請教授幫忙 好啊 謝謝 我們要請你們 繼續的堅持下去做環保 把省下來的水費 放棄 謝謝大廠 電費再存到我們的固埋裡面去喔 謝謝教授 然後呢 存滿了以後啊 再把它轉智證 給我們志力公益的環保團體 謝謝 除了他這個環保固埋以外 你們還可以得到 經典雜誌一年份 好 各位觀眾朋友 你覺得我們遊戲好玩嗎 你也想來參加嗎 非常歡迎你們報名來參加 只要四個人 就可以組成一隊喔 好朋友 家人 同事 同學 跟我們一起來 為環保 敬益分立 一起核心協力 救地球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來 謝謝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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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